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即将在北京举行 今天早上出席本届高峰论坛的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乘机抵达北京 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北京时间16号早上6点10分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所搭乘的飞机 已经降落在北京 它将出席即将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现场我们看到有来自中国政府 及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馆的相关人员到场迎接 位于东非高原的埃塞俄比亚 有着非洲乌籍的称号 是全球主要咖啡出口国之一 近年来中国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 呈现健康持续发展势头 两国互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保持频繁高层交往沟通 双方在文化 教育 医疗和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 都积极开展交往与合作 2022年中国与埃塞俄比亚的双边贸易额达到26.7亿美元 如今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来源国 自2018年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以来 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 经贸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也不断走深走实 在共建一带一路 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的合作 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这其中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落地的标志性项目 由中国企业建设和运营 横跨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两国的亚籍铁路 今年也迎来了开通运营五周年 这条全长750公里 非洲大陆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自2018年开通商业运营以来 累计发送旅客近53万人次 运输货物超740万吨 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5.5万多个 不仅有效拉动了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两国 铁路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 同时也为加强该地区的互联互通 民心相通和经济一体化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 此前曾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今年8月 他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 曾表示 埃塞俄比亚和中国的友谊十分深厚 双方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 和共同的历史使命 他衷心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大量宝贵支持 得益于中国的帮助和合作 埃塞俄比亚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变化 埃塞俄比亚愿意积极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同中国深化在农业 矿业等领域的合作 开辟两国更加美好的共同未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